最新消息 南投18號清晨 發生了重型機車 衝撞便電相逢 起火燃燒的意外 目擊者看到這個熊熊火焰 趕緊幫忙來滅火 不過這名19歲的機車騎士 他的頭部重創 而他身體是多數的嚴重燒傷 送醫抢救之後 還是宣告不止 男子倒在便敵箱旁 一旁不時的冒出陣陣白煙 消防人員趕緊用滅火器 確認滅火 但回頭卻發現男子傷勢嚴重 趕緊將他抬上救護車 送醫急救 請到